這樣子一帶對不對 周四就是端午節 最後一個假日 台北市南門市場擠到不行 各個攤位全部把粽子掛出來 有南部粽 北部粽 湖州粽 甚至豆沙粽通通都有 讓人出現選擇障礙 喜歡吃鹼粽 冰冰涼涼的 放在冰箱吃很Q彈 習慣吃北部的 對 它真的比較香 比較Q啦 本省粽 以南部粽是銷路是最好 外省粽 湖州粽 大肉 蛋黃粽 削的是最好 端午節吃粽子美味又應景 但是熱量要小心計算 廣州荷葉粽一顆大約1066大卡 建議跟家人一起分享 一個人獨時熱量會破表 一般人最常吃的北部粽518卡 南部粽477卡 不要以為素粽熱量就比較低 一顆竟然比南部粽還要高 有480大卡 另外似乎很健康的燕麥全骨 也有415大卡 反而是豆沙粽396大卡 沒有想像中來得多 都說粽子熱量高 但其實吃一顆的熱量 也大約在四五百卡 一餐只吃一顆 只有超商便當的一半 根本吃不飽 也會有營養不均衡的問題 所以最好做完美搭配 建議如果吃一顆粽子 還不感到飽足的 應該多吃一些含有纖維的蔬菜 或者是喝一些比較清淡的湯 不要繼續吃第二個粽子 醫師建議一顆粽子 可以搭配燙或炒的綠色蔬菜 或加一點泡菜或海帶 湯可以選擇清淡的蛋花湯 丸子湯 蘿蔔湯 竹筍湯等等 水果則可以挑西瓜 蓮霧等熱量較低的 如此一餐下來既吃到了美味 也顧到了健康 記者林鄭堅王一仲 台北報導 我是李宜璇 主播工作對我來說 是一秒都不能鬆懈的戰場 張漢洞社會大眾關心的議題 清楚傳達出來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認真的記者 才是對觀眾負責的主播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